他到底還會在那邊搓我的肉這樣 好痛 你也很痛 他可以端 他說我端 像你們頭髮燙壞一樣 我燙壞了出來 我自己知道我 今天你告壞 然後你看到我還說 你今天頭髮燙得好好看 今天頭髮燙壞了 那我規定 招你一頓毒打會毒罵 你還要我 你還要我 你不要那麼氣 歡迎收看 真心分享小鈴鐺 好 我們三位受氣的女藝人 是 狠狠 受氣一號 蔡一帆 嗨 氣到那一口氣 始終咽不下去的阿姨愛 天天在氣的萱萱 好厲害喔 那我們要歡迎三位 很會氣人的男藝人 第一位 趙振平大哥 沒有 不敢 害怕 害怕 第二位李維蜂 帥 還有真的很會氣人的楊生达 人比人氣死人 是真的 真的 生达一看就好討厭 不是 他很多人都喜歡在網路抱怨男朋友 他就說他男朋友不懂氣氛 然後講話都不合時宜 很久沒見 然後男朋友就抱抱 那個好想念妳 然後就看著他 怎麼一段時間沒見 妳的頭髮怎麼捲得像 黑人頭一樣 我覺得你們男生有時候就是很白目 很不懂說話的藝術 明明就是一個氣氛好 那個燈光美的時候 硬要講一些很煞風景 明明覺得我很可愛 硬要說 這下巴是什麼 你知道女生就是最討厭人家 覺得有點雙下巴 然後你千萬不要像命運低頭喔 不然妳雙下巴不會出來 這種感覺 很討厭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聊 不是我們女生太敏感 而是你們這些男生 真的嘴巴很不行 真的 說不出好話是不是 真的 來 萱萱要開砲了 我真的要開第一砲 像我老公哈校園 他就是一個鋼鐵直男 像我是空服員 然後我之前懷孕的時候 我就轉下來當地勤 那我生完小孩子 我要回去飛的時候 我要想盡辦法塞進那個空姐夫 我覺得跟老公說怎麼辦 我就是 還胖胖的 還有8公斤 有沒有一種可能有手板 會不會有呢 這個節目裡面 他氣到忘記 太生氣了 不是 你這手板算什麼 我就直接跟大家講 我就說怎麼辦 我還有8公斤 我本來要講 我本來要講 拿出來要幹嘛 還是我就是氣死就對了 產後身材焦慮 老公自以為幽默 叫你非禍姬 好壞喔 憑什麼啊 不用這樣講就很動氣了 他才看起來像 你怎麼講別人 真的 這男生就在說 沒關係 加油 老婆 有一天你就 你很快就可以穿回去 才差一點點啊 如果說你 肉肉肌就有福氣啊這樣 不行 我誰 這樣不行 誰啊 他在那邊肉肉的啊 有福氣就有福氣 而且他在那邊搓我的肉這樣 好童諺喔 他才端 他端我端 就像有一次 我們就兩個去想說 我們今天結婚紀念日 我就精心打扮 妝也畫得很漂亮 然後去餐廳 從頭到尾 我都不覺得他有 有覺得我今天比較漂亮或是什麼 到最後我真的受不了 我說老公 你有沒有覺得我今天哪裡不一樣 就一直這樣 這個問題太危險了 他覺得你也經營有問題是不是 他這樣子看半天喔 看半天說 我知道 你今天眼睛紅紅的 你眼睛過敏了 他還會說 這個是桃花妝 什麼眼睛過敏 他還會說 我就跟你說 引擎眼鏡不要戴那麼久 你看吧 你搞得眼睛這樣紅紅的 真的是笑不出來耶 他們真的很不懂耶 這是一個超級激動的頭文 然後最後還說 我開玩笑的啦 他真的不是 好笑嗎 對啊 好笑嗎 他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很幽默 對 我覺得當我們問老公說 你覺得我有沒有變胖或變醜 或是變老的時候 就是要聽安慰沒有要聽實話 對 因為像我們這年紀已經中年危機了 就四十加加加了 然後就會覺得說 自己照鏡子就鬆了 然後就覺得好像 肚子肉也越來越多很難受 然後我在換衣服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在看我 我說怎樣 就覺得我小腹很大是不是 然後就防衛心就出來了 然後這時候你就要說 不會老婆 我覺得你這樣子就是很美很剛好 然後他就說 你就年過半百了啊 不然你還想怎樣 啊 年紀 年紀半百 年紀半百 可是你看起來很緊啊 很緊對不對 對 很緊的 鳳哥 我們就要聽這種 就是要講這種 就是很緊啊 然後我有一次就穿那種性感睡衣 想說增加一下情緒這樣 然後就想說 吸個小腹應該還是可以的 有阿曲 然後有阿曲 然後就展現我的那個 曼妙的身材 然後他看了之後 你知道他第一句回什麼嗎 什麼什麼 他說 唉呦 唉呦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你知道我心都睡了 我在那個裡面忙 還弄掉帶襪子嗎 他給我唉呦 唉呦的後面是什麼 我想說 然後我就生氣了 我就好 那就大家都不要做嘛 就不要做嘛 然後最後就不想 不要做什麼 不要做 你就不要做 你就沒得吃嘛 然後他就覺得大事不妙 他就說 我的唉呦是驚豔的意思 唉呦 他周杰倫喔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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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後面那句沒講出來了 後面的不臭喔沒講出來 對 他是唉呦 唉呦 嚇死我 這樣真的不行 然後我問他 我臉是不是也鬆了 他說你那不叫臉鬆吧 他說就是你是整個肉 是往下地吸引力 所以他整體往下垂是正常的 然後他說 而且你這樣甩一甩 很像他發口很可白 怎麼有這個啊 不行 哪裡可愛 有時候男生 身上另外一半 那個心是有的 對啦 就是說話走出 講出來 走位的 偏真實 走中了 我覺得這一點我是同意的 男生真的會有的時候不小心 就像剛剛我感覺到 其實可能姐夫 他是真心想要稱讚 比如說 有一位女朋友 然後他是內雙 你知道嗎 那內雙女生在幹嘛呢 他很想要把這個雙眼皮凸出來 我們為了不想啊 因為他那個時候比較年輕 那我不希望你這麼早做 你以後可能會後悔 比如說你可能稍微年紀大一點 比如說年過半板再去縫 那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舉這個例子 跟各位無關 跟各位無關 你們這個 同步好聊天 好 你要好好認識 我有當勢 我有當勢 其實距離很近 要住好聊 真的好好動 我舉這個例子 所以內雙有自己的特色 比如說你看像 金高瑩 結果他聽了之後愣了一下 因為他覺得這個女生 不是屬於典型的美女類型 你現在講這個女生 可是我有點不是很開心 你又不是講說你是宋慧喬 你是什麼洪海的金子緣 現在最漂亮的 可是我是真的非常想要鼓勵他 就跟他講說 其實我覺得有自信最重要 那你現在這樣 我也覺得很完美這樣 但你後面補完 這感覺就來不及 可是我們當下 會不會是因為你follow的IG 都是那種雙眼皮大奶的美女 所以他也想要變成 我必須先承認 雙眼皮沒有 但是大奶有 沒有 現在有 我只承認後面 那我覺得第二個 是我還有一次是 比如說女朋友 做完眼睫毛 我想說 上一次這樣 我要搬回一層 我想不行 他今天不管做什麼 女人做完美容回來 一定要先稱讚 一上來我就二話不說 我說哇塞 我看過 我覺得今天睫毛做的是最細緻 而且做完之後眼睛好漂亮 他聽完之後 然後愣了一下 他說 這個睫毛是我覺得 大概這輩子做過最短的眼睛 蛤 天啊 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那天他接得不好 可是有的時候女生覺得接得好 跟男生覺得接得好 你吸那個細微的差距 男生看不出來 沒有沒有 我們自己有感覺 對 是你因為看敷衍 所以導致於被我們看過 你怪我嗎 你是不是接他 你不要看我 沒有生 故事 因為接那個睫毛絲 他就吸氣爆 越進來 我們也不知道 你越藝藏越短 我怎麼知道什麼就漂亮 什麼就不漂亮 我現在有眼睛都很大 而且你剛剛接三年了 我怎麼知道 今天不好 他說你男人 我都不知道 男人 真的 說謊也被討厭 對 也被討厭 對 然後你有點笑話 沒主見被看不起 他有主見也被看不起 我真的 當下是傻眼傻爆 真的 所以他還講說 所以你就是從來都沒有注意過我的切嗎 我感動深受 冤枉啊 感動深受 我是一個好人 我今天只是想要取悅於你而已 我們很真心 你應該是說寶貝 你覺得今天接的你喜歡嗎 對 對 你們要不要找心理諮詢師 你剛剛講的有點太假 很像很親心的感覺 我覺得你們需要跟 你明知道不切不好 為什麼還要問我 你為什麼要訪問 笑話 就是為什麼 我們看不懂 我們看不懂 要先探口控 對 我跟你講 就是像我們頭髮燙壞一樣 我燙壞得出來 我自己知道我今天你告敗 然後你看到我還說 你今天頭髮燙得好好看 怎麼 不是 可是我如果說 今天頭髮燙壞了 那我規定 招你一頓毒打混毒罵 沒有 你不要怕我 你來叫我 你不要怕我 你不要那麼氣 而且大家說 敢套三種 敢套三種 我講 說皮俠就這樣 我們聽一聽比較正常的 好 正常 正常 你們感情怎麼經營成這樣 對 聽一下我這個才是合理的故事 你說 我其實跟我太太的感情 一直都很融洽 有時候還是有些小地雷在 小插曲 就是 有時候難免就老夫老妻 睡前要調情一下 這若琪的身材也是玲瓏有致 你們也知道 他就是腰是腰 肩膀是肩膀 但是 但是後來 有一次我就是不小心犯了大忌 就是我這樣子一邊在滑手機 在準備明天的工作 因為我事業心很重的人 然後我就這樣子 我們講故事的時候 不要稱讚自己 對 不要那麼講這樣 不要稱讚自己 所以你訂出來了 就直接拿去拿去拿去拿 先短一點就對了 然後我就這樣子 先短一點就好了 放下手機 準備說要把它關燈 關燈之前我就是 跟他來一點就是肢體上的結束 摩擦 清理一下 結果我掏一掏說 腳腳耶 平常這樣掏 可是那一天要這樣掏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 怎麼掏啊 他我解釋一下 他掏的範圍變廣了 讓你示範一下 你把他當珞琪 對 要不然你講半天話 然後我就這樣放完手機 然後就過來這樣掏一掏 範圍變長 平常只要這樣掏 但是那一天要這樣掏 怎麼變大 我就說阿琪 我想說順勢就包他一下 因為相處十多年 沒有突然變大過 對 變大 我這時候就說 太太 小寶 你今天有料喔 今天 你相處十多年 回緣不知喔 只有今天有料 對 然後我就是準備要睡了 一關燈 他突然又把燈打開 你是什麼意思 對 你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然後我說怎麼了嗎 我剛才的講話是非常得體 有哪些不妥的地方 結果我不知道為什麼 原來是他那一天有點冷 他睡覺的時候 他把他膝蓋捲在他的 所以你掏的是他的膝蓋 我在掏 我這樣子掏 你這樣子掏 而且這也太硬了吧 你去拖啦 太誇張了吧 那我跟你說 你這個很像假故事 真的 還有沒有更荒謬的地方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不小心在我岳母前面 說溜嘴的事情 怎麼了 就是若琪她很可愛 爽朗沒錯 但是她不太喜歡做家事 然後有一次我就發現 欸 滿髒的喔 滿 dirty的喔 然後我就這樣看著她 我就一看 哇 我家怎麼會有個 這麼髒的馬桶 然後那時候若琪就剛好在外面 那個梳妝洗臉 再保養 然後我就欸 小寶啊 家事都不做喔 可愛喔 跟誰學的 但是有有趣的事情來了 就是隔天若琪安排了一個 她要跟我岳母本人 一起去上的節目 也就是玉琳哥的另外一個節目 所以表示說 我岳母前一天晚上 已經來住我家了 但是我沒有發現喔 我就在講她說 欸 可愛喔 跟誰學喔 的時候 一回頭 岳母站在我身後 然後我就說 好險 我平常喜歡打掃 真的很爛耶 妳要不要也上完廁所 我等一下一起清 還不是這樣 有轉回來 有轉回來比較好 好 那個 小愛同學到尾舉抗議牌 到底在抗議什麼事呢 男生真的是 不會好好講話 而且講的話就是 不經大腦的那一種 因為知道 有一次我的之前男朋友 他就是不太會講那種 我被你今天真的穿得很漂亮 然後其實我就有跟他就是 抱怨一下說 妳怎麼平常都不會講這些甜言蜜語 然後突然有一天喔 他不知道哪根筋不對喔 他說寶貝 我真的覺得你 天啊 你怎麼會用真血 他說 我真的妳覺得紅顏蜜 每個女生聽起來 應該不會很開心 但是他就一直覺得 應該就是中文不好 他中文很好 他就一直覺得是在誇我票 然後這個也就算 然後之後呢 有一次我就是出國 跟朋友去外面玩 然後他突然就打了一通那個視訊過來 OK 對 他平常也不會打視訊 我想說他又哪根筋不對啊 唉唷 來了 一句話就跟我說 寶貝寶貝 我好想你喔 欸 哇塞 可以 是不是這一句話很可以 來了來了 我好想你 對 但是後面他講完這句話 他就說 但我更想你的身體 什麼 喔 欸 這句話就問了 不是 女生聽到這個就不會很開心 應該說是實在啦 好像沒有 竟然有跟我們一樣坦白的男人 他是真男人啊 那女生聽到這個不會開心 總會不會 你想我的身體比想我還要多 他會不會想要這個當作是一種 因為你的靈魂是包在身體裡面的 不是 所以我講你的身體 整個也包含靈魂 但是女生聽到這個就不會開心 聽到這個就覺得說 你就是好想 好像身體有需要 很像是想要我的身體對不對 所以你希望他不想你的身體 想要發洩而已的那種感覺 他會不會把這當作那種dirty talk 這一次這樣 調情 沒有 他是講得很認真的那一種 很認真 對 他就說 我真的好想你 也好想你的身體 沒有 他說我更想你的身體 我更想你的身體 那如果說 我想你同時也想你的身體 不行 不行 你沒有想你的身體 我那個身體不能講 那就反過來 不能講 你可以講我想親親你抱抱你 對 對 親親你抱抱你 會想要身體的接觸 對 比較開心一點 趙哥人稱鐵和柔情 對 他有時候滿滿的真心跟熱血 但是也會弄巧成 說實在 應該這樣講 演藝圈的直男 應該就是我 你看我到每個節目 怎麼可能說我多好 但是話講回來 我也是有柔情的那一面 但柔情那一面 絕對不會讓你們看見 一定是在我最愛的人身邊 那為什麼不讓他們看見 都柔哪裡 給我們看一下 可以給我們看一下 因為他們不是我所愛的 所以不需要 我一定要給所愛的 對 我會講一下 不好意思 我可以把我故事講嗎 可以 你不要講他幾臉 我現在全部都封掉了 請柔情的那一面 只給你最愛的人看 對 最愛的人看 好 那你會怎麼柔情 我會把故事想一下 你都可以打亂 好 來 1 2 3 好 來 叫我下來 好 來 現在這樣子 我其實也有柔情的那一面 但是柔情的那一面說實在 有的時候會給人家驚喜 但是往往會打錯拍 那個拍不對手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 我到現在一直都在懷疑 你們知道有那個定位的APP 有 你們知道定位APP 如果把對方直錄以後 對方是看不到的 你們知道嗎 有 有這種 這是真的 但是 我只是懷疑 我不敢懷疑我現在女朋友說 她把我放這個東西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有測試過 我去幾個不一樣的環境的地方 是她知道的 她從來不會打給我 對 但是只要我去一不對的地方的時候 她就會打來先問說 吃飽了嗎 今天有錄影嗎 問完以後再問 你現在在哪裡 好 怪怪的 好 我要講一件重點是 我從來不做這些不好的事情 我那一次就因為 知道她的內衣壞掉了 我就想要送她一個內衣 新的內衣 我想說 晚上給她一個驚喜 所以中午 我大概十二點多 就先去買 殊不知 我快挑完了那個時候 就離開也結帳完 她電話來了 電話來的時候問我 你在哪裡啊 今天有沒有錄影啊 我說 因為這麼臨時 我又傻眼 我就說 我在百貨公司 沒錯 我是真的在百貨公司 買的東西 但你不能講出來 你就驚喜就沒了 對 所以我只能說 我在百貨公司 那她就問了 你在百貨公司幹什麼 沒有 我吃飯而已 為什麼要去吃飯 我說沒有 我就經過 平常沒經過百貨公司 這時候我叫你堅持就講 沒有 就是經過 我就是不能講說 我去買了什麼 我就想說晚上給她 堅持不願就對了 然後她就講說 不對啊 我不是跟你講過了嗎 你要去哪裡都沒關係 你就算去殺人放火 我都無所謂 你只要告訴我就好 為什麼你去一個百貨公司 你都不願意 經常有 不是經常放 就是她喜歡要一個安全感 女生就是要放 女生要安全感 對 要一個安全感 不然你去哪裡 安全感就好 那問題是這個事 我就不喜歡 我就想我從來不會去哪裡 為什麼要講這個 所以那一天問那個 我就沒講什麼 沒講什麼以後 然後她繼續再追問說 我要生氣了 你為什麼講不聽 我說好了 沒事 我就掛她 好 完蛋 一個氣掛在這裡 不行 問題就來了 不到兩分鐘 我的LINE就開始 你是渣男 你是不能值得信的男人 為什麼當初就開始一堆了 將近傳了快一個小時 所有把心裡面要講的那種 每句罵你的話都不重複 對 而且我跟你講 刀刀劍主 刀刀劍主 我心裡想完了 我本來想說要撐到晚上 我一直想說 沒關係 晚上 就好 晚上 可是沒辦法撐 那話越來講越難聽 對 這不能 我乾脆插去她家 給她一個解釋 對 幸好我平常 買東西的發票有留 我是十二點買的 跟之後 我如果做錯事情被抓到 跟之後買禮物給她 態度是不一樣 我就趕快跟她講 說不好意思 寶貝你看 其實我是要給妳一個驚喜 我知道妳內衣壞了 我想要說晚上呢 給妳一個禮物 那個內衣是新的 希望妳穿上了 對 然後你看 我是十二點多買的 妳一點打給我 我本來就是想要圓一個 美麗的謊言 但我嘴巴比較笨 就講不了了 那被妳逼成這樣 這個時候兩點不再 來妳家的話 我看今天晚上 大家不用見面 對 一定死的 沒錯 要接受妳的這個說法 對 因為發票上面有時間點 所以他馬上查發票時間 因為發票上面一定有用 是幾點買的嘛 然後跟之後 他打給我的時間點 十一點 那一看就知道 我是先預備 真的去買東西給他 只是說 我一直懷疑 是不是有那個定位的APP 要不能什麼可能 那什麼可能還是無法 所以你還是查不到 沒有應該沒有 即便有別的APP的話 他也得比方說我想追蹤妳 我要輸妳的電話 他輸妳的電話目的是什麼 他要傳訊息給妳 告訴妳妳願意接受嗎 對 對 所以不太可能但妳不知道 沈先生 妳可能錯了 曾經我聽過一件事情 我去洗澡的時候 他是直接做直錄 直錄以後 他就按確定 確定完以後再洗 他幫妳確定了 對 所以妳根本就不會知道了 你拜託用點檔老闆 那我覺得這整件事情 你就是放開 真相大白 難怪我去一些 飛行程內的事情 我老婆也會打來 對 超可怕 我跟你說這是有可聞的 平常都沒事 去先莫名其妙突然就打來 我也被植入了 沒有 我可以說 之類的 之類的 他說他有個行程 你一脫離他就 我單純以為 這我老婆第六感很強而已 但我要是關心妳 這三年來我被植入了 剛才是 一凡最討厭男生才講什麼 我很討厭男生就是以老賣老 然後我在跟你撒嬌的時候 你在跟我講人生大道 妳該不會也是有手版吧 好的 這樣剛好有 只是想吐苦水討拍 老公卻說 我與世界脫節 講那麼嚴重的話 妳太誇張了吧 妳都有在世界上走跳的 對 因為我現在開教室 然後我老公自己做生意 已經十幾快二十年了 然後我才剛開沒有多久 所以我就跟他吐苦水說 唉唷 我就遇到那個 剛年輕的員工都念不得 就是念一點點 他們就直接說 那我不做了這樣 我說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以前都是吃苦耐勞 就說對不起我有錯 我一定會改進 那我就是想跟你撒嬌 寶貝你辛苦了 這樣就好了 然後每一次 我跟他抱怨工作的事情 我就是想要找個依靠依賴 他總是說 你知道那點小事 有什麼好拿出來講的 那我開公司 十幾年的經驗 我跟你講 待人就是要待薪 你這樣就是沒有待薪 現在 現在年輕人 就是這個啊 就是要錢多次少平大進 你不要要求太多 而且你不覺得 你跟世界已經脫節了 你整個人很off 他在這裡off 對 我說怎麼意思 然後他還會傳 那個文天翔傳記給我看 好煩喔 太老了吧 就是跟玉璃克一樣 天地有爭氣 雜然不留情 他說同約看人夢為取義 你要文天翔的精神 要復始也在所不惜 開店就是要這樣 不要拿一點小事來煩我這樣 然後你知道我那時候 就本來心情沒有那麼糟 被他一講完 我就開始自我檢討說 我是不是真的很與世界脫節 講一講 心情就覺得我好像是這樣子 好像妳很玻璃心 承不起壓力那種感覺 但我只是想撒個嬌而已 其實我們女生 有時候跟老公講 就真的只是想要討拍 對 你就秀秀我一切就都好了 然後我每次跟老公講 然後老公就說 沒有啊 我們就是冷靜的 來理性來面對這件事情 我們就事論事 誰要跟妳說事 女生誰要就事論事 我們會一直勸妳們 要面對她 要接受她 要放下她 我每次聽她 那最後要放下 放下 接受問題的第一步就是面對 然後接著就要告訴妳 李嘉誠說過什麼 李嘉誠說過什麼 不好意思 我可以自己看長輩圖嗎 你們不要一直講好不好 凡他每次只要講到 就事論事要我冷靜的時候 我就是火又更上來了 沒錯 就是更的阿札 然後有時候他又開啟妳又講說 寶貝阿 我跟妳講 我大女6歲妳聽我的 好不要 什麼 妳老賣老 對 大女6歲 這個開啟妳我就是更活 我覺得今天錄這個節目 三個女來賓 萱萱姐是真的超氣 真的 她很氣到就是 真的是走心 她講妳 妳出來錄影之前也有吵過腳 對 她剛剛講這一句話 她剛剛講這一句話 崩潰妳知道 難怪今天沒飛 對 講到飛沒錯 就是這件事情 來了 我有時候就跟她講說 老公真的飛得好累 然後有時候 飛機上難免會遇到一些奧客 對 像大家搭飛機都知道 我們飛機上的餐 就是有一定的比例 100份的雞肉麵 另外100份的豬肉飯 我就是要平均的把它發完 有時候妳吃不到那個選擇 我就真的沒辦法分出第三樣 沒錯 我就跟我老公分享說 今天有一個程度 她就是堅持一定要吃雞肉 可是我就真的生不出來了 然後奧客還在那邊敲桌子說 不行 我沒有吃到雞肉 我不下雞 你這麼生氣喔 她是單純想要 這其實有點荒謬 講一段有趣的話而已 對 我覺得是 沒有 都有雞 我覺得她很搞笑 然後我就是想盡辦法 最後我就說 那阿姨 我把我們雞組人員的餐點給妳 妳還講到雞喔 她聽到 雞組人員 好吧 那我就吃了 我就告訴我老公這件事情 我就說我真的心好累喔 她也幫乘客講話 她就說他們附了全口 成額的機票錢 他們想吃雞 一定有她的道理 道理又來了 我真的氣到 已經不想跟她說話了 然後她就跟我說 Baby啊 妳不要再氣奧客的氣了 我想說 我明明氣了 是這個大口呆 她一整天覺得我在氣奧客的氣 然後有時候 她剛剛問我說 妳怎麼樣面對飛機上的乘客 奧客這件事情 我老公平常給我的磨練 比這些奧客還可怕好不好 好啦 趙哥 如果遇到女生抱怨工作的時候 妳要怎麼安撫 沒有 我剛剛就講 我們真的指南 像剛剛先生剛剛講的 說實在 我們真的不懂 你們跟我們抱怨 要幹什麼 不是 妳要不然就把她 FIRE 要不然就妳離職嘛 沒有這麼嚴重 所以 像我女朋友也是這樣 她公司的同事 上班時間就很喜歡看手機 那我女朋友就會跟她講 盡量不要看 不要幹嘛 講了 沒用 那當然下班以後 那女朋友就很不高興跟我講 她的同事一直要看手機什麼什麼 我當然就會講 叫她去死啊 後來就把手機拿摔了 看她怎麼看 好情緒喔 對 怎麼會有黑道的 好像是恐怖情人 怎麼了嗎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什麼問題 意思就是說 因為其實說實在 我自己也有我煩的事 我自己每次生活過程也夠煩的 你跟我講這個 他不是講一次 這種事情其實講很長 對 那講了很多次 其實說實在 前面聽了都會安撫嘛 因為講 好啦 沒事了 沒事了 他應該你跟他暗示一下以後就不會了 可是這麼次數 講了那麼多次以後 我真的不想再聽了 當然就講 把他手機摔了 或是說 你跟我講 我去給他 塞兩個耳光 加了以後不能 三半時間乾手機 你就開始 不講還好 誰講他火就上來 就你們剛剛講的 我們叫討拍 我們戲裡面就講 我自己自己都講不完 你討拍 那前面你也拍很多次啊 對 所以我就火上來 所以每次一這樣子 就吵起來了 所以我就覺得 為了一個同事的事情 讓兩個人感情 有摩扎 就很不好啦 為了別人的事情 在吵架 你們都講得太嚴重了 來 升達 我算是一個lucky man 就是我太太 你剛剛前面講故事 也是這個太子 我太太把我當成 他人生中的偶像 這玉琳哥也知道 我都知道 就是我的表演或什麼東西 太太好像吃到他的福一樣 真的 他就是全著迷 但是偏偏他現在做的工作 他已經基本上全陣子 也在走 走跳電視圈的 而且做得非常好 然後他又偶爾會有一些 我沒有的casting 對 偏偏這個時候 他就會過來問我說 欸 那個升達 我剛剛那段表演怎麼樣 我這個人 雖然平常嬉皮笑臉 可是表演是我的專業 對 你現在是給我演說的嗎 然後在那一瞬間 那一瞬間那個 就像他講話一樣揍他 是真的嗎 對 全都硬硬的 然後那個 若琪就說 欸 那個 對啊 我想要聽一下你的意見 那我就說好啊 那聽我的意見有兩種 你現在是希望是 我用高中懲罰的水準 還是你希望是職業級 哇 這是用通的等級可以選喔 那他就說他要職業級 好 職業級的 拿自己開口囉 他自己討 他自己討皮痛嗎 我就說 那若琪 你先坐一下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叫四個W是什麼 他只知道 誰不知道W有什麼 對 誰不知道W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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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表演的動機跟背景 你是誰 你在這邊 你什麼司機 同時這也是新聞學的那個 對 我已經要離線了 好棒 對啊 然後一講完就要睡覺 若琪就開始抓頭 然後他就說 我不是很清楚 我就說那你 你給我滾回房間去 蛤 對 因為 討厭 這是什麼總裁嗎 你沒有把自己的表演準備好 你就妄想說要當職業級 你是把我們當笑話 你把趙哥當笑話 你把微風當笑話 他臉重了 我剛才在後台 你是現在是在上什麼選秀節目嗎 你幹嘛 我問微風四個W 他互衛問回來 對 沒錯 就是這麼 我們每個人問趙哥也是 四個W 會 互衛 就是這樣 就是每個人都一定要 然後互衛回來 我就發現他 有時候會稍微用兒戲的態度 來問我一些很嚴肅的問題 對 那久而久之我就開始沒辦法去專心的聽 他到底想問什麼 然後後來我又開始在準備自己的表演 準備準備 然後突然 等下 好不好什麼 我突然就 鳥吵 哇 哇 你這樣不行 因為 因為我自己也在準備 我還自己也在回答那個who 我也問完 我自己正在回答我 你自己很常 他又問我另外一個 你自己的四個答案還沒回答完 他還在做功課 我自己也有自己的功課要做 我很專心的做演員功課 他又問我他的四個答案 我就壓起來 以愛還有遇過更奇怪的安慰方法 這種說教的事已經很討厭 但我遇過一個男朋友 真的是太奇怪 因為就是有一次我工作就很不順嘛 就是要回去想說要找男朋友討拍 那是我第一次找他討拍 想說要抱怨一下工作上面的不順 想說他可以跟我討論一下子 還是可以安慰我一下 結果我跟他講說 我今天真的在工作上面這很不順 真抱怨的時候 他就這樣 安靜 然後他就把我帶到旁邊 他說來你坐下 來雙手 雙腿盤著這樣 對 他叫我雙腿盤著這樣 對 我想說你要幹嘛 他說來你雙手合十 這時候你眼睛閉上 我說我不知道他到底要幹嘛 眼關鼻鼻關心 眼關老 眼睛閉上之後 他就開始放那些心靈的音樂給我聽 而且他放了30分鐘 我就想說他到底要幹嘛 然後他就說你就點點安靜 你就心裡想30分鐘 想為什麼做這些事情 那我想說我就做30分鐘 30分鐘過 他應該會跟我討論了吧 結果沒有 他第一句話批著說 你知道你今天工作 為什麼不順了嗎 然後我就想說誰知道 天啊 他以為你這半個小時 應該要找出答案就對了 我沒有啊 我就在放空啊 我想說他到底要幹嘛 然後他一直在聽那種心靈的 那種音樂 誰會想得出來 今天自己工作到底怎麼樣 我覺得你這屬於特殊群口 那我來抗議一下 對我來說是什麼 對我來說 我覺得女生有的時候 他不太會選擇時機 因為女生有時候 他想要煩男朋友 是他隨心所欲的 當然要啊 那我覺得 不能說煩 就是他撒嬌的這個模式 比如說有時候 我有遇過女朋友 就明明就有空檔 可以聊天的時候 我們就各自不講話 只要你開始準備 比如說你要Re稿 你要開始對工作的事情 或是比如說 我自己有開其他公司 要對這些比較嚴肅的對葬啊什麼 他就會開始 那時候開始有事情要講 這是同步性的 比如說我一階段5.01分 5.01分 那會過你說 我們今天好像吃什麼 你找好了嗎 我才剛剛開始Re稿 你知道 他就不會選那個timing 我覺得這是一種情趣 妳講到情趣沒錯 我覺得有一種女生很故意 線上開會 我也會坐在她身上 然後親她抱她 對 就鬧她 討厭她的定力 然後她不小心也是 動尾條 那一聲 那一頭老闆說 你剛剛是在身影嗎 就覺得很好玩 然後妳就覺得越好玩 情趣 所以妳現在要用對方法 但到底男生還有什麼NG的話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約會遲到 不澄清道歉 語氣還超輕服 真的 因為就是我覺得男生遲到 就是妳要會講那些對不起 就是會比較正式 會有那種態度的問題 但是那個我有一個男朋友 就是我在就是跟他約了一個電影 大概3點 他遲到大概一個小時 我在那邊等了一個小時 在那個外面等 他來的時候就是 就走過來我想說 他應該會很沈憲地說 對不起 他剛剛有什麼事情 耽誤他沒有 他第一句話說 Sorry 他講Sorry 他只要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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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對 對 他都會跳 他都不一定不會跳 我們不會跳這個 怎麼辦 對 但我跟你講 這首歌僅限於遲到大概10分鐘內 對 好可愛喔 很可愛 一個小時會很火耶 但一個小時他還在Sorry Sorry 還是這種 你就會很想揍他那一種 然後他真的是 完全不會看場合哪有 他是任何發生什麼事情 都是講Sorry Sorry 對 他從來不講對不起 像是有一次他開車 就撞 不小心插撞到前面的車 然後我就想說 是他的錯 然後他一下車的時候 前面就是來了一個很壯的男生 然後我想說 不會這種地方 他也要Sorry Sorry吧 然後結果 真的他一出去 然後那個大汗就 他就馬上說 Sorry Sorry 前面那個男生就很生氣 就是他有一點想要揍他 想說 你已經撞到我屁股 還在給我開玩笑 講Sorry 他真的要就是 要揍到時候 我就趕快把他拉住 換我跟他說對不起 拍血 什麼 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拍血嗎 你差一點點 你差一點點 因為他們是情侶 對 他們必須要一次 你也知道他要有一次 要有一次 那時候我真的氣死 他就是任何時間都講 那問題來了 很厭 不道歉當然不行 可是道歉還是不行 對不對 糟糕 這算實在 好絕望的樣子 沒有 我真的 因為我在演藝圈 誰看我跟人家 在螢幕上跟人家道歉 沒有 當然是跟最愛的人道歉 那說實在 因為我女朋友 差我年紀太多了 所以我也不得不 要跟他道歉 為什麼 無非就是希望 以後日子好過一個 對 但是所以起初 沒錯沒錯 起初 我剛開始做錯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一跟他說對不起 居然他馬上會消氣 而且他會安撫我說 好啦沒事 以後不要再犯就好 可是我怎麼知道 男人會犯的事情 只是會一錯再錯 對 我先講 我們也要客人 我們也要客人 只是會一錯再錯 你的本能 為什麼 真的不小心 那麼這樣的不小心 就一定會先說 對不起 以後不會再做 幾次當然他可以 次數多了以後 他就不買單了 當然 對 你在討厭我們的耐心 對 那有個問題來了 他就會反問我 你知道我今天 我怎麼講對不起就不做了 你現在跟我講 他不對的地方 我不對的地方 因為你們很常 就隨便倒一個切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 我在氣什麼 我不是隨便 我不是隨便 那我問你 那你也太氣場小肚了嗎 你們是氣場小肚 因為我就是很對乎你 我怎麼會這麼氣 我也是在乎你 我在說對不起 好嗎 我們 我們要這樣子成長 我們是 摩理 摩理 不點不亮話 不說不明 我跟你講 不點不亮 我們上面兩個 究竟有那個名文在交換 所以就變成說 他每次問那個點的時候 真的 到底我出來哪裡 我就開始 就不知道在哪裡 回答不出來 不是 一定要回答 對他已經氣到要回答 對 好了 一回答 不是那個對的點 他想要的 他更氣 那我心裡想糟糕 那現在什麼 那你再答一次啊 等會答對的時候 不行啦 打不了 不敢打掉 你有求救嗎 你有求救嗎 對啊 就不可能 不能空號給朋友嗎 不行 那不行 你以為我不在錄節目嗎 三次求救節目 沒有了 就不可能啊 三句話 我有三次求救節目 可不可以 所以這個事情 就造成一個困擾就是說 我就想辦法看看 盡量不要犯錯 但是就不可能 我們人有自己的老毛病 那個老毛病不是刻意 是因為從小的習慣 可是是什麼錯 讓你一犯再犯 類似哪一種的 瓶窗水喝完以後 我的認知喝完 空瓶 就丟回松頭就好 對 他的認知是要把它擠掉 捏扁 我心裡想 我也沒捏扁的習慣 我也沒有 因為我捏不太扁 我就問他為什麼捏扁 他說 因為捏扁的話 會讓那個 堆的那個空間 可以多一點 就不要那麼多 但是我心裡在想 我聽你在放屁 這些東西 你沒有誠心認錯 你到現在還在說 他還在狡辯 他怕是意 其實這種那些意思在講 所以我都很怕回去 他還手 我看到這一集你知道嗎 I don't care 我跟你講 我真的不喜歡捏扁 真的很想自己 好認心喔 不是 我認為捏扁不捏扁 還不都是放在筒子裡 對 的意義是什麼 他是希望多 對 多關照 那為什麼要多裝 那麼多回收的東西 少裝一點不行嗎 是不是更環保 好 袋子搭一點不行 捏扁這個事情 他生氣就對了 對 那你就一錯再錯 你都忘記要捏扁 有的時候有捏 就沒來捏 捏半扁 沒有捏全扁 這半扁也不行 半扁不行 要捏全扁 這個我覺得可以原諒 可以啦 這可以原諒 我覺得不行 這麼嚴格 我覺得真的不行 不是啊 你都那麼老了 你不能改勝嗎 就像我老公也是一樣 我今天飛出去了 幾點幾分來桃園機場 或松山機場接我 就只有這兩個選擇 他永遠都是一錯再錯 他跑到哪裡 為什麼 我就跟他講說 我今天在松山機場落地 那我們要在幾號柱子集合 然後結果落地之後 我就到那幾號柱子 10分鐘 20分鐘 他又不見了 我就打電話給他 我說你在哪裡 他說 我跑到桃園機場 好遠喔 然後我想說 很遠耶 好 沒關係 那我現在我們就各自回家 我坐車回家 你開車回家 我們就回到家之後 我就跟他講說 你是不是沒在聽啊 然後他反而還會更理直氣壯說 我為了你還開到桃園去耶 那是你的錯 你為什麼不聽啊 這真的很荒謬耶 你生氣耶 不是 話講回來 你在松山可以自己回家 你幹嘛到家跑這一套 你無聊嗎 又不是在桃園 我帶你回家去追他 上次我叛趙哥影 對 很近啊 你為什麼不自己回桃園 對啊 那麼近 我們落地 那我們兩個人偶爾去約個會 我就已經跟你說 先去約會 對啊 而且其實被接的感覺 就是有人好像等著你回家 那是一種溫度 公主病嘛 公主病啊 我跟你說 就算女生有道理 有時候女生還是會把錯 掛到男生的頭上 有時候我有一個女朋友 她很喜歡就是 可能因為 我有透露一些訊息給她說 我喜歡家的感覺 然後我就回到家 有人幫我整理好很多東西啊 什麼 她說那沒關係以後 只要我們一起出去 你要出差什麼 都我幫你整理 好帥喔 好帥喔 這個太棒了 真憑第一次有人 可以願意主動幫我整理些 開始有家的感覺 開始有家的感覺 那我只要每一次出去出差 一定會少一樣重要的東西 比如說出差七天 她就會沒有內褲 也不會有保養品 然後比如說我到了一個地方 她是沒有吹風機的地方 她吹風機是一定忘記帶的 如果我重感冒 我出去 她的藥一定留在台灣 就會挑一些 她比較厲害就是 對 她專門露就算 專門露那種很重要的 對 一定會用到 她真不適合總背心 對 就不是 她就不是她快樂 我就說 我就慢慢久了 然後我就覺得說 真的 這樣子我們也不要 就是說勉強自己 對啊 我就不適合 可能也很好 那她有一次就說 那這樣子 我們出去看我們遊樂園完 那個票放在我身上 對 我出門前跟她說 那個你票記得帶 她說有 我有帶 然後到門口我就開始 拿起來 票呢 然後就開始開包包 她一這個舉動就知道完了 完蛋了 今天沒有救了 今天沒有救 然後一問她我說 那沒關係 你票有帶嗎 有帶到 我還不生氣喔 你票有帶到嗎 怎麼辦 我票好像沒帶到 我說是喔 好 沒有關係 我說深呼吸我就沒關係 那我們就準備別的行程嘛 欸 我先深呼吸我這樣 好 沒關係 她跟我說你嘆什麼氣 對啊 對啊 嘆什麼氣 我的我 你可能呼出來稍微有點 帶吼音啊 不是 我跟你說 我們其實是不敢的 我們真的是不敢 我們就是盡量就說 好 那我們就算了 我就覺得 我就一說就算了 欸 她開始質疑我 就說你出門有提醒我 我說我說我提醒你啊 她說那你出門提醒我 為什麼你不叫我好確認一下票 到底有沒有放在包包裡面 對啊 為什麼不要 對 你幹嘛不提醒啊 那你要幫就幫全套啊 你既然記得提醒她 你為什麼不乾脆你自己拿呢 不行 我搬套嘛 對啊 請問一下 這一集應該我看這樣 應該是我有道理吧 沒有啊 好像沒有 所以是 所以是我的問題 你們提醒她之後 我要她確認包 有沒有放在包包裡 那寶貝給我看一下 你的票在哪裡 那下次要不要票 我收著就好了 好 這樣子比較好 本來就是嘛 本來就應該 而且不好意思 不是 這樣講到 我還要跟大家道歉 你跟世界脫節了 對 你跟世界脫節了 我們說 我們世界脫節 對不起 對 對 我老婆也常說 那你都知道 你為什麼不提醒我 對 多講幾次有一次說 對 我就是故不提醒你 我想要測試你 這次還會不會再忘記 她更氣你知道嗎 對 你測試我 她不醉 她不醉了 她不醉了 她就會覺得我 真的會 你就是不信任我 你要測試我 或者有什麼心機這樣子 對啊 好像 想看她笑話之類的 想要看我丟臉 然後你再來數落我嗎 對 這是什麼意思 挖個坑給你跳 沒錯 我們就是這樣 沒錯 太累了 男女生的思考方式不一樣 女生比較注重當下的感覺跟情緒 男生是真的比較問題的導向 但是我相信 對彼此的心意都是一樣的 沒錯 只要有愛 一切都不難 今天有很多精采的花絮 請大家追蹤真心分享小鈴鐺的臉書 還有韋來戲劇台的YT頻道喔 好 謝謝各位的分享 謝謝 謝謝 Thank you